大家好,我是周博士 匆匆离开重庆,我们来到成都 我们来过成都几次了 这次只待三个晚上 所以就去了几个想去的地方 首站是陈飞公园 歼20是陈飞生产的著名重型隐形飞机 不能真正进到歼20 就去参观和食物一样大小的模型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见到了很多陈飞公司生产的飞机食物模型 之后我们去了成都的市中心天府广场 广场北面是四川科技广 前面树立着30米高的毛泽东雕像 天府广场面积还是挺大的 因为中午太阳很晒 地面上基本没什么 大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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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地下广场确实是热闹的商业转型 广场南面是天府红谷山场 里面挺有意思的 居然有红绿灯 是成都朝人聚集地 广场的西面是成都博物馆 博物馆底楼展天里的动物非常逼近 展馆用场景再现的方式 高度还原动物的自然状态 真是认识世界动物的好处处 天黑以后 我们来到十分热闹的胎谷里 跟重建一样 这里也有洛言3D大片 但这里显示的3D内容更为精彩 看到了也非常多 像熊猫 外星人等 经常在网络上展示 我一样一样的地上宇最后 一样的 所谓致感 别人的 一样的 还有那一生的 先推荐 跳舞 英雷地监制 4D内容 她们刚而来 said 玩意 和别人的 你是思念的仇 深秋门绿的垂柳 牵绊住我额头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 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虽然我们就住在 宽展巷子附近 但晚上人舍在太多了 所以只要大千早前来参观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今天的主要行程就是去熊猫基地 因为天气热 熊猫都堵在四堆 但人实在太多了 每个地方都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才能各个玻璃进熊猫的下 我们是从南大人进去 是不是西大人进去的话 人会少一些呢 最后碰巧经过 成都点点有名的天府大道 天府大道是成都市 建立的一条南北走向的交通大动漫 全长一百五十公里 是全球最长的城市中走线 道路笔直宽敞 是成都市发展的主要走线 约优优秀的主要走线 总是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仇 深酒淡黎的垂柳 牵奔着我顾头 在那座英语的小城里 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我望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我们这次来的时间 正值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结束 因此街上还有很多相关的标志 这次旅行 主要目的是长江游轮 在重庆和成都停留的时间都非常短 虽然在几个主要地方打了坎 但还是希望很快会有机会 重返这两座城市 这个视频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个点赞和关注